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豬腦袋 你的空單今天是不是補在一開盤呢 沒有錯 看到沒有 台北股市今天雖然 聽說創了二三十年的新高 然後就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這樣 果然喔 老船長為什麼會這樣子 跟你說你不要去放空 你放空 看到昨天美國股市 他們的PMI指數聽說57點多 中國大陸58點多 這些數字其實我個人都不相信 現在這個什麼時代 會有這麼好的表現嗎 所以說 但是不管怎麼樣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 氣勢如虹 那各位想想看喔 你這個放空的投資朋友 心裡面就開始擔心了 哎呀完了 台北股市啊 明天肯定喔 要怎麼樣 再創新高 那是一定的啊 沒有錯吧 那這一段還沒開始殺的時候 你認為空單會不會趕快補 一定補的嘛 這個就是一種壓力啊 對不對 好 人家說啊 這個刀啊 有兩面刃 對不對 就像我們的手掌也是一樣 你看到的 譬如說是這一面 我看到的是這一面 就跟你說很多事情喔 它其實是同時在發生的 早上空單喔 很多人在這邊補有沒有 尤其是做那個棋子的 哇 輸死了怎麼樣 不用留柱子啊 輸死 不用留足跡啊 補完以後呢 可是相對的 也有一堆的人喔 跑去怎麼樣 買股票 愛在最高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可能譬如 我隨便舉例啦 那如有雷同請勿 請勿喔 對號入座 比如說他看了一個大老師的節目 長期被洗腦 這一段日子喔 台北股市 像老船長預告的一樣 走了一個波段 對不對 在這個波段上漲的過程當中 那麼這些投資朋友 他選擇不相信 谷海老船長 他們去看大老師的節目 那大老師呢 就跟他說這個叫漲假的 千萬不要買股票 對不對 股票呢 會咬人的 是不是 可是呢 你就看到 一支一支一支 一株一株一株 如雨後春筍般 冒出來 幹什麼 創新高 那這個大老師的節目喔 偏偏又是一堆投資人喔 就像豬腦袋一樣的投資人喔 每天按時收看 儘管他是胡說八道 儘管他講的跟事實 完全不符合 各位注意喔 說不會漲喔 結果怎麼樣 台北股市創新高 這不叫睜眼說瞎話嗎 然後說人家買股票的都是豬腦袋 其實呢 他以及他的觀眾還有他的會員才是豬腦袋 因為喔市場永遠是對的 我們只要一段時間就可以來印證一個老師 他是不是胡說八道嘛 對不對 是不是胡說八道 當然是嘛 跟人家說台北股市不會漲 漲假的 不要買股票 結果什麼樣 一支股票衝出去 創新高 雖然 雖然今天怎麼樣 欸 有一個中黑 那就是因為有很多人看了他的節目 受不了內心的煎熬 奇怪了 我每天看他的節目喔 他每天講的跟真的一樣 然後我們就一直空手 空手到怎麼樣 終於 看到美國股市昨天晚上喔 大漲 今天一早 決心打電話給營業員 市價追 喔 然後怎麼樣 愛在最高點 欸 這個就叫因果報應啦 由於你相信一個胡說八道的分析師 所以呢 你今天才會怎麼樣 在內心的壓力 我跟你講 我剛剛不是講刀有兩面刃嗎 對不對 空手走到要死 一大早補 空手的呢 沒有做多的 受不了的進去追 所以一次修理怎麼樣 兩批人 那其實在投資的道路上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規劃 你不可以怎麼樣 隨著短線喔 股市的震盪而起舞 你看我今天測標這邊寫什麼 欸 洗到脫皮 什麼意思 人家常講啊 這個多頭市場 這個急漲 錯 還漲 嘿 急跌 再講一次喔 多頭市場它就慢慢漲 噹噹噹噹噹噹 金金漲 棒一根 就像這樣 看到沒有 真的欸老船長 你不信 慢慢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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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摔下來 看到沒有 喔 你的多頭的程度 比較淡的 像這種有沒有 比較弱的 那它回檔了 一百多點而已 像這種角度比較陡的 有沒有 雖然是金金漲 可是角度比較陡的 它就給你怎麼樣 一次洗下車 那今天這樣子 明天最好再洗一下 就更漂亮 哇 還是多頭啊 所以你看測標嘛 台股還要漲 我舉例喔 你現在去看一些線型 各位看一下 這是星星 這種線型就是怎麼樣 哇 來到創新高了 都比這邊都高嘛 台積電 也過了這個高了 這叫創新高嘛 對不對 好 聯發科 創新高了 看到沒有 好 但是 有沒有股票 是沒創新高的啊 當然有嘛 金像電 左邊這個高點過了沒 39塊多 沒有嘛 今天 還給你一個大黑K棒 這個史上最醜的線型 所謂核四 它到底在幹什麼 看一下測標 洗到脫皮 這個時候 你如果跟散戶朋友說 哎呀 你不要賣啊 這個股票 今年法人看EPS 四塊錢 不行 我一定要賣 四塊錢 本益比算起來 七倍多 不行 我一定要賣 哎呀這個5G的基礎建設 還有這個所有的電子產品 還有蘋果要拉貨 都要用到PCB 不行 我一定要賣 你不管你跟他說什麼 他就是要賣 然後賣完以後呢 哎 洗完盤上去傻眼 為什麼很確定會上去 因為我剛剛不是給你們看了幾檔股票嗎 啵 都是創新高的 啊 台北股市有沒有創新高 有沒有 你告訴老船長 有沒有 這個跌了半死有沒有 看到沒有 哇 新冠狀肺炎啊 完蛋了 人類要滅亡了 地球也怎麼樣 不會再存在了 就賣在這邊的 現在生不如死 我不是跟你們講過嗎 SARS來了一定沒事嘛 一定會過去的 當初我講新冠狀肺炎 大家也不相信啊 那台北股市創新高嘛 對不對 創新高壓回 多頭市場 還漲急跌很正常嘛 是不是 當然今天一開盤修理兩種人 一種是空單回補 補完了掉下去昏倒 還有一種怎麼樣 哇受不了啦 看錯節目 看到大老師的節目 結果是大豬頭的節目啊 受不了 今天追進去 我們希望那種 大豬頭的老師 他不要帶會員 今天一大早去買股票 我們真的不希望 因為那是惡劣到極點了 因為你跟人家說都不會漲 買股票都是豬嘛 對不對 啊漲了這一大段 沒有賺到就算了 結果可能今天自己 也跟散戶一樣 受不了內心的煎熬 帶會員怎麼樣 翻多 就撞去 雖然台北股市 我測標寫得很清楚 還是會漲 但是喔 但是喔 當分析師 不要當得這麼厚顏無恥 講重一點就是這樣 因為你害死了太多的投資人 在這段時間喔 這樣的分析師叫人家怎麼樣 不要買股票 沒有行情喔 他可能從這邊就開始了 有沒有 一直跟大家說這個盤是 漲假的要崩盤 崩了沒 然後你們去查像這種分析師喔 他過去紀錄都是黑歷史 什麼意思就是 你去看他以前在YouTube上面的表現 一定都是胡說八道 常常都是大盤一直漲 漲了一兩年 他就叫人家空一兩年 我在講話神明在聽的 我常講人在說 對不對 天在聽 很多的人喔 他來到這個世間 他覺得他今天做壞事喔 反正沒人知道 我剛剛錄節目前喔 我在跟 這邊電視台的這個 因為我在這邊錄了十幾年嘛 好朋友聊天 我說那個游泳池喔 我都不喜歡去游泳 我覺得很髒 很多人 在沒道德在裡面尿尿 他說哎呀現在不行喔 現在你在裡面尿尿的話 整個游泳池會變成黃顏色 那水馬上會變色 就抓到 所以有一個人被抓到 好像被罰了六七萬 要賠整個游泳池的水 我說欸 那這個很好啊 對不對 不然很傷腦筋啊 到底 要怎麼樣去抓這些沒有道德的人 原來現在科技進步啊 你尿尿就會被怎麼樣 當場抓包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那沒有辦法被當場抓包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做壞事呢 當然不行嘛 因為舉頭三尺 有神明 導播 我先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我錄節目的時間是下午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一下 這個沒有錯了 道琼琦下午在錄節目的時間 是跌了一百幾十點 換句話說台北股市 它經常會受到美國盤後的 這個期貨的影響 為了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台北股市 它是一個潛跌的市場 各位潛跌要聽得懂好不好 不是說跌得很很淺 不是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碟子 盤子 盤子裝菜的 是不是凹進去一點點而已 有的盤子它是比較深的 一般的盤子都是比較淺的 凹進去比較淺 所以我們講潛跌 潛跌的市場 就是形容一個市場 它比較沒有辦法走出自己的路 它很容易受到 國際上一些大的市場的影響 好比說美國市場 當然這無可厚非 因為你要知道 光是台積電這家公司 不得了 其實是外資的 鴻海也是外資的 所以你看到台北股市 一些大型的電子股 它幾乎都是外資的 因為你去查這個持股的比例 外資所佔的比例 是最大股東 那美國股市只要一大跌 老美在台灣他們操盤的策略 就是賣怎麼樣台股 所以我們跟美國股市 那個關聯性是很強的 那昨天晚上美國股市 是漲了四百幾十點 很棒 但是大家就會看 你今天我們在開盤的時候 如果你的道琼其實跌的話 那可能代表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沒辦法去強 很多投資人他是這種想法 你明白嗎 他就會賣股票 那很多的操盤人 他也是受到這樣的影響 但是是不是每一次我們在 台股在開盤的時候 道琼期如果是跌的話 是不是晚上道琼期就是跌的呢 未必喔 尤其是最近 你們有沒有注意 最近我們在開盤的時候 道琼期只要是跌的話 到了晚上道琼期 砰就就翻紅了 翻紅呢 晚上美國股市就繼續漲 第二天呢 哇 昨天因為盤中看到道琼期在跌 把怎麼樣 台股手上的股票幹掉做肥料 就今天早上台股一開高又追 所以變成是 現在很多的投資人 受到美國盤道琼期的影響 就一直在追高殺低 在那個輪迴裡面 沒有辦法自拔 跳脫不出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 你也不是神 因為道琼期可能 我們盤中他跌的時候 晚上道琼還是漲 也可能呢 他盤中漲的時候呢 晚上道琼期是跌 亦或者是怎麼樣 道琼期跌 晚上也跌 或是道琼期漲 晚上道琼也漲 老船長你在幹什麼 我在講一個機率嘛 他有四種可能 你看 光我講你聽了就昏了 那你有辦法去預防嗎 沒辦法 所以你要抓那個大趨勢 現在全球股市都在走多頭 都試著要怎麼樣 走出陰霾 有新冠狀肺炎 那為什麼這麼樣的給力呢 很簡單 因為老美帶頭怎麼樣 對 實施QE 他不斷的在市場上撒錢 我跟你們說過很多次了 川普喔 他很怕自己會落選 那他沒有政績的情況之下 他只能夠撒錢 給老百姓錢 你們要投我對不對 我拿國家的錢來怎麼樣 來給你們 這不算買票喔 好不好笑 像台灣選舉對不對 給 就個人啊 給30塊以上 就是會選 但是呢 你如果是執政者 你動用國家機器發錢 這不算會選 我也覺得蠻好笑的啦 反正民主國家都是怎麼樣 會編出一套理由 就像川普 美國是民主國家嘛 哇錢拼命撒 第一波撒完還不夠 還要再撒對不對 這樣還不夠 還大量的一直買回債券 把這個錢流到市場上 那這市場錢太多怎麼辦 只好往股市跑 對不對 股市你今天不買它 明天就漲給你看 尤其特斯拉漲到外太空了 對不對 那個馬斯克還說 哈哈你們空我的 對不對 宅系啊 真的很多人 跑去放空特斯拉 傾家蕩產 所以我說你在股票市場 你不要隨便去放空股票 這也是原因之一 好不好 那美國股市這樣子 一路漲上來 就是靠怎麼樣 靠資金太多嘛 所以這一波走的 就是資金行情 你不要去跟我講 什麼基本面 壓本面 什麼面的 你就是怎麼樣 做多就對了 包括今天台北股市 就是一根中黑下來 還是多頭市場 再講一次喔 我不會因為今天這樣 就說台北股市要崩盤了 而那個豬頭老師 一路看空的被嘎上來的 會員的不是被嘎死 就是怎麼樣 沒有賺到錢 沒有做多賺到錢的 今天可能又要耀武揚威了 你看吧 我叫你們不要追股票 今天最大最高點了吧 所以是不是寡憐賢詞 要不要臉 不要臉 還敢這樣子講 你看到沒有 一路錯 居然說怎麼樣 你看吧 看什麼東西啊 我常講出門在外 做事情 不要丟我們自己 爸爸媽媽的臉 你不要臉就算了 不要丟你父母親的臉 交出這樣的小孩來 老船長的節目有時候 我就會跟你們講一些 這些事情 可能是小弟有點年紀了 我覺得人生真的是 不要為了賺錢 然後出賣自己的靈魂 然後怎麼樣 一點羞恥心都沒有 對不對 好 那我剛剛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這個盤 他修理放空的人 他也要修理那個 今天才去追股票的人 那你如果是怎麼樣 買好了擺著 或許你小套一咪咪 沒關係嘛 因為很可能 明天要漲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很多股票都已經創新高了 但是是不是有更多的股票 還沒有創新高 你去看現行 老船長 你講的不是廢話嗎 我們隨便按一按就知道了 那那個全子股都創新高 對不對 標的都那幾支 一缸子股票 去release新高還找得很 還要你來講 既然不用小弟我來講 對不對 那你腦筋賺過來了沒有 很多的股票都還沒有創新高 你覺得台北股市漲完了嗎 當然還沒有嘛 如果所有的股票幾乎都創新高了 你就要小心了 老船長你這樣講話 我們又很有信心喔 不過借問一聲 你的股票今天賣了沒 什麼 幹掉做肥料 那你可能明天要追 你就在這個漩渦裡面 我舉個例子喔 這一檔股票叫自貫 今天有很多的投顧老師喔 把他拿出來修理他 你們不要去相信那些分析師啦 事後誰不會講 我教你們怎麼解盤好不好 你如果想來坐到這個位置 來當分析師 老船長現場教一次 我的節目很活潑 你看我的節目 你心情會很好 因為你聽到的都是真話 別的節目是把你當豬腦袋 巴不得巴你幾層皮 你看老船長怎麼樣講自貫 我來模仿那些老師 他們會怎麼說 注意聽喔很準的啦 他們說你看自貫對不對 你幹嘛去追自貫呢對不對 昨天哇拉漲停好棒棒喔 看到沒有 追啊今天怎麼樣就死掉了 投顧老師都會這樣解盤嘛 可是你去看他昨天的節目 他昨天的節目喔 昨天自貫不是大漲嗎 他昨天的節目如果說 小心喔自貫明天要跌停喔 就果然喔 第二天自貫跌停 那我幫他填腳趾頭啊 你們聽懂了沒 這就是台灣的 投顧分析師的水準 事後在那邊講的跟真的一樣 一副大老師喔 這個股票你不能追 有種 昨天就說自貫 今天會跌停 你先預告嘛 老船長你會員有自貫 哇冤枉啊大人 一張都沒有 只是說我看到今天的盤勢 我有感而發 我覺得台灣的投顧老師喔 不要被人家怎麼樣看破手腳 真的好不好 不要做這種讓事後在那邊 吹牛鬼扯蛋的事情 久了整個投顧的這個 老師的這個水準喔 不但被你降低了 而且被人家怎麼樣看不起 各位觀眾你們說對不對 我一破解你們就很清楚了嘛 所以大部分的投顧老師都這樣解盤的 都是鬼扯蛋 好不好 你講在前面 然後預告審準 那才是真正的分析師 好不好 那我說過今天一早上 很多人跑去怎麼樣 對空單回補 我昨天就說嘛 小心啊 你要被尬 對不對 然後被尬的人一定會補在這裡 絕對不會補在這裡 你放心好了 還有追多單的也會追在這裡 你就從頭到尾早點買抱著就好了 小套一點沒有關係嘛 因為怎麼樣 它沒有創新高嘛 看到沒有 這裡要過才是創新高 會不會過 我跟你說台北股市還會漲嘛 你不要急 對不對 什麼時候要出金像店 看這邊 金像店的下一檔 我們要做這一支 對不對 但是金像店 金像店現在到底出了沒 我先賣個關子 昨天晚上我們公司電話居然報現 因為我講說 只要公本費 我們老闆跟我說 你今天不要再講了 我說再讓我講一天就好 這個 只要公本費 我們老闆嚇死了 因為我跟他說 不需要會費 聽得懂嗎 這個還要拼一下 等會導播 我們要證明我講的話是真的 因為公本費 我們老闆說不要這樣子玩好不好 所以再給大家一天 因為實在是太便宜了 以後沒有 以後就要交一年的會費囉 今天是最後一天 趕快離開那個大魔頭吧 現在開始撥打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在做這麼多的情況下 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這個情況下 既然照應 不成功 解決 不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